现在是下午的5点24分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 下次百元系列 我再也不点这什么辣椒了 这两天给我穿的都不成样子了 还有最后两盒 上期我们测评的羊肉卷牛肉卷 今天还是咱们的火锅系列 这个辣椒呢扔了真的可惜了 这都是花钱买的 我如果再一顿一顿吃的话 我还得穿 那不如今天咱们就用这一个剩的辣椒炒肉 做一个辣椒炒肉火锅 要穿咱们就穿过瘾 辣椒炒肉做汤底 过来一点 这是最后两盒了 这肉呢不吃也浪费 青椒不吃也浪费 为了不浪费呢那就无尽其用 哎又让我学了一期视频 看看大家都提的什么火锅建议啊 有人说这个臭豆腐火锅搞一些 想看的话扣个一 蜂蜜火锅 想看的话扣个二 奶油火锅奶茶火锅 想看的话扣个三 洋葱汁火锅 扣个四 芹菜汁火锅 扣个五 洋葵油火锅 扣个六 中药火锅 扣个七 魔鬼辣椒火锅 扣个八 广东凉茶火锅 扣个九 把这些所有的套里合在一起 扣个十 其实也不是不行啊 大家喜欢看 没关系 做给大家看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单纯的 想把这些东西给做了 因为真的不做 真的浪费 还有大肠四身火锅 我相信这个东西真的没人看的 不要想了 没人看的 我问你们个问题啊 为什么这一个青椒炒肉 隔了夜之后再吃 它就会拉肚子呢 这两天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嗯 应该差不多了 闻着味道还是挺香的啊 从来没有用青椒炒肉 来做个火锅 真不错 真不错 还是那么辣 这牙肉卷呢 吃着真带感呢 只是这个也不行啊 来 再搞点面 上次我们买了六盒的牛肉卷羊肉卷 现在还有五盒 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做五期的火锅视频 把你们想看的火锅汤底统统打在评论区 肉别浪费了啊 等你们 说实话这个味道还不错 反正今天晚上必酸 晚上酸鸡来的更猛烈些吧 完了 救护车来了 拜拜 拜拜 拜拜